下面我们还有一品啊。 顶礼尊敬的师父上人。 惭愧不孝弟子法文居士恭敬聆听道师父上人于2016年1月5日大经科著第298集中关于前行的重要开示如下。 昨天看部在此地,我是建议,希望看部给我们大家讲密教讲的前行,大概也是太长了一点,时间不够,他没有讲。 前行是什么?主要是讲生死心切,功夫就得利了。 我们现在差的就是生死心不切,对这个世间依赖心很重。 而且还有明文立养没放下,身体健康也没放下,对这个身体过分的重视。 这个对于修净土,求往生是大障碍。 把什么都放下,什么都不要想吧,一心一意求往生。 密宗的前行就说这些。 印光大师,他的念佛堂只挂了一个字,挂在佛像后面,死字。 这个字就是密宗里头所说的前行。 生死心切,天天天看到,活一天,老老实实,念一天佛号,这就对了。 这叫真正修净土法门。 宫听之下,弟子感恩,欢喜无比,又转而心生忧虑。 欢喜者何? 前行中,共同外前行,即是次第分明,内容完整的出离心修法。 实为大小显秘密一切法门之根本,净土信愿之观要。 不共内前行中,大乘通图菩提心修法,更是大乘佛法之心要。 上品,往生之正因。 故师父上人,如是重视,并提倡学习前行,实为念佛人真正具足信愿,决定往生,乃至取得更高品位往生之顶门一真。 忧虑者何? 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识教中,超胜方便之达道。 五浊恶士莫法众生,即生了半,谢托成佛之洁净。 是以诸佛菩萨讲经说法,千金万论处处只归,各宗各派诸大祖师,引领众生昔归净土。 而当前敬业学人,真正认识净土法门重要性,修行纲领及修学方法,并有坚定不移专修敬业之信心者实属不多。 因此,第一类人,若不明确净土修学宗旨,即无法认识前行之重要,不能善加体会师尊之婆心,虚妄舍弃此极重要教诲,错失大好因缘。 又有第二类人,若对净土本无定见,即贸然学习前行,见闻密宗旨广大高深,心生羡慕,不知弥陀及显密各宗旨根本导师,净土乃无量法门之共同归宿。 或对净土新生清漫,转修秘法,最终如同藏地古德所云。 高深的秘法,虽如同纯金一般的书胜,但修者根基,却像死狗一般,一文不值,终无成就。 又有第三类人,每其名曰,静密双修,实则无净无密,对净土无决定信愿。 密宗高法,不止修不起来,连正确理解都无法建立,最后依然轮回六道,了无终其。 如此必病,如印祖云,以心不改良,则亦法财力,百必从生矣。 本欲作净土修行之大主,反破专修敬业之信心,非倡导之有诗, 使众生不能善体诗意,不能善用其心而已。 说明,以上观点绝非毁谤秘法,虽之密宗之书胜,但因自己根基漏裂, 唯有敬之养之,不敢虚妄求之修之,唯求决定往生西方而已。 亦非杜绝根性相应者修学秘法,自审其机而已。 因此,诚惶诚恐恳请师父上人,怜悯弟子之愚昧浅漏, 允许弟子尝试首先引用可靠教研及事实,说明净土之超胜。 再从净土法门修行纲领,分析修学前行之必要性。 最后,以专修敬业之角度,探讨如何修学前行, 使能达到辅助敬业,建立决定信愿, 以决定往生之初衷,因弟子惠列德伯,其中必有不如法之处。 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大德同修批评指证。 所有学佛修行者首先需要认识的即是净土法门之超胜, 这种认识建立在对祖师叛教产生信解的基础上。 所谓叛教,乃判别教相之意, 是祖师大德以智慧眼贯通宗教法门。 根据其浅身次第与众生根性差别等, 计定佛法教相,以便学人从解门上认识佛法整体与次第, 从行门上抉择弃理弃机之法门, 对机而学,应机而修,专精致力, 一门深入,方能得真实力。 因此,祖师大德对佛法的叛教即是菩提道上避免歧途, 只归正道之向道。 那么,祖师大德是如何从行门上指示我们选择法门的? 有龙树菩萨所叛之南行道与义行道, 道措大师所叛之圣道门与净土门, 古来大德所公认之通土法门与净土法门, 自立门与他立门等分判。 秉一 龙树菩萨 南行道与义行道 龙树菩萨在印度佛教史上被誉为第二代世家, 乃古印度大乘佛法及大乘者, 被中国大乘八大宗派尊为共祖。 龙树菩萨以在修行道上求得不退转位为考量出发点, 分判如来所说无量法门, 为难行道与义行道, 可谓上和佛心, 下起重击, 如龙树菩萨, 实柱皮婆沙论, 佛法 有无量门, 如世间道, 有难有义, 路到步行则苦, 水到成传则乐, 菩萨道易如是, 或有勤行精进, 或有以信方便, 易行极致阿为悦智者, 若然欲极致不退转递者, 应以恭敬心, 直持称名号, 其大义为, 佛法有无量的法门, 如同世间的道路, 有的道路难以行走, 有的道路容易行走, 比如, 以步行的方式, 走陆路就很艰苦, 水路, 乘船顺水顺风, 扬起风帆就很快乐, 追求自利利他的菩萨道, 也是这样的, 有的法门精进勤行, 还需要极其久远的时间, 才能到达不退转位, 有的法门, 以信心为方便, 容易修行, 并能够迅速达到不退转位, 倘若有想要快速到达不退转地位的行人, 应当以恭敬心, 直持称名, 如来甚好。 故知念佛法门, 乃速到彼岸之风行, 直登不退之洁净, 此乃龙树菩萨之慧眼抉择, 为无数佛子燃起的指示前行方向的大火炬。 秉二, 道绰大师, 圣道门与净土门, 印祖云, 唐道绰禅师, 医生讲净土三经, 近二百遍, 此老和尚是善导和尚所亲近者, 受八十余, 继所讲每年当讲三四遍。 为唐朝道绰大师, 他老人家一生中讲解净土法门根本的 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无量寿经,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三种经典, 接近两百遍。 他老人家还是净宗二祖, 善导大师所亲近学习的大德。 大师世寿八十几岁, 平均下来, 每年应当讲净土三经三四遍。 道绰大师所住安乐集中, 舍问答曰, 又问曰,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远节以来应知多佛, 何因至今仍自轮回生死, 不出火宅, 答曰, 一大乘圣教, 良有不得二种圣法, 以排生死, 是以不出火宅, 何者为二, 一为圣道, 二为往生净土, 其圣道一种, 今时难正, 一由去大圣遥远, 二由礼身解威, 事故大吉月藏经云, 我末法时钟, 亦众生起行修道, 未有一人得者, 当今末法, 现世五着恶事, 唯有净土一门, 可通入路。 大义为, 有人问,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皆当作佛, 过去生生世世, 长节以来, 也应该直遇过, 是现在世的很多佛, 为什么至今仍然还在轮回生死, 不能处离三界火宅呢? 道措大师回答道, 依据如来所说的大乘圣教教法, 由于不能得到两种殊胜法道, 用来超越生死, 所以不能出离三界火宅。 哪两种呢? 第一种, 是通常图境的圣道门, 第二种, 是念佛求往生的净土门。 修行圣道在当今时代是很难实证的, 原因有二, 一, 是距离佛陀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 二, 是大乘甚深广大的教理难以理解, 更和谈修行。 所以, 大吉月藏经中佛陀说, 在末法时期, 一亿万万的众生发心修行成佛的圣道, 但很少有人能得到成就, 唯有依靠净土念佛法门, 才能杜脱生死。 圣道门为何难以实证? 谈鸾大师往生论柱中, 列举了五点原因。 一者, 外道相善, 乱菩萨法。 二者, 生文字力, 仗大慈悲。 三者, 无赖恶人, 破他圣德。 四者颠倒善果, 能坏犯恨。 无者为事自立, 无他力持。 如斯等事, 触目皆是。 其以为, 第一, 如来正法中, 小成有无常无我即灭三法印。 大成有意识相印, 而外道颠倒迷惑, 具有邪见。 所说的只是相似善法, 不是真实。 修行人没有智慧辨别, 一旦误入外道法中, 就成为修道的大障碍。 第二, 只求自了的生文发心障碍, 大慈悲。 大慈悲是誓愿给予一切众生安乐的大慈心, 以及誓与拔除一切众生苦的大悲心, 这是大成道的根本。 如果只求自己卸托, 就从菩萨道中退堕下来。 第三, 恶人见人修道, 不但不成人之美, 反而极度诋毁, 制造障碍。 第四, 人天福报是有漏善果, 战时享乐, 福尽又多, 以此破坏了犯横。 第五, 单凭自立修持, 没有他力奢侈, 像这一类的事在末法时代物着恶事之中处处可见。 秉三, 通图法门与净图法门之分叛。 印光大师总结古来祖师大德之分叛, 与增广印光法师文超近代往生传续云。 且为修持法门有二种不同, 若障自立以修戒定会, 以弃断获正真, 了生托死者, 名为通图法门。 若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 以其丈佛慈力往生西方者, 名为特别法门。 通图全杖自立, 特别则自立佛力兼而有之。 今已欲明, 通图如画山水, 比一笔一画而建成。 特别如赵山水, 虽数十虫, 吻味封鸾, 一赵俱了。 大义为, 佛法修行的法门, 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种。 如果依靠自立修行, 戒定会三学, 达到断除烦恼, 正得真谛, 来了生死的, 称为通图法门。 如果具有真信切愿, 支持弥陀圣号, 以希望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力加持, 而往生西方的, 称为特别法门。 通图法门是完全仰仗自立, 特别法门是自立修信愿行, 即佛力加持兼而有之。 现在用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通图法门好像画山水, 必须要一笔一画, 才能渐渐画成。 特别的净土法门, 如同用相机照山水, 虽然有几十重, 郁郁匆匆的树林, 与连绵重叠的山峰, 按下快门, 一下都照进去了。 秉四, 总结, 以上诸祖所说南行道与异行道, 圣道门与净土门, 通图法门与净土法门之分叛, 所用名相虽易, 本质无有差别。 总而言之, 其分叛之关键即是, 前者是依靠自立修持, 定会等修断除烦恼, 漫长艰苦, 多磨多难。 后者, 难以己信愿, 仰仗佛力, 快速简易, 千文万当。 因此, 能直接有所用名相, 道出其根本差别者, 即自立门, 与他立门之分叛, 果能明了于此, 断不至慢修他法, 而不倒归净土, 自立他立之差别, 将于以三, 以四两棵祥树。 以二, 莫法修行舍此莫游。 增广印光法师文超, 傅大使转路续云, 法华精云,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若非夜尽秦空, 断或正真, 则无出此三界之望, 此则唯有净土法门, 但据真信切愿, 持佛名号, 即可仗佛此理, 往生西方。 既得往生, 则入佛境界同佛树涌, 凡情圣剑二皆不生, 乃千吻万当, 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也。 时当莫法, 舍此无数矣。 印族此段开示大意识, 法华经中说, 三界之中, 没有真实安乐之处, 轮回的众生, 就如同处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房宅之中, 无论下至无间地狱, 上至飞翔飞飞翔天, 都无法彻底摆脱三苦, 八苦, 无量诸苦, 明了轮回痛苦的本质, 应该深深生起恐惧不畏之心。 真正知苦, 就会希求离苦。 如果走通土法门出离生死, 需要自立修学, 定会离生, 断尽见思烦恼, 正得真实, 否则是没有希望出离三界的。 唯有依靠净土, 念佛法门, 只要具有真信切愿, 直持名号, 就能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之力, 超越苦海, 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 往生净土以后, 决定能够契入如来果地的境界。 等同佛的受用, 凡情与圣剑通通都不会升起, 这是千吻万当, 万修万人去的特别法门, 现在正处于末法时代, 对于生活在五浊恶世中, 凡或赤盛的苦恼众生而言。 如果舍弃了净土法门, 就再也没有其他能够泄脱成佛的法了。 末法时代, 唯有通过净土法门, 才能超越生死, 舍弃净土法门, 则绝无希望。 如此定论, 印祖文钞中多处明示, 真为生死者当于此处甚思明辨, 堵而行之。 以三, 为何须唯依修学净土, 并依仰仗佛力。 根据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的真实化身, 印光大师的以上开示可知, 我们今天唯有修行净土, 道归净土, 才能泄脱生死, 成就菩提, 原因何在呢?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厦门流通佛经缘起续云, 自立断祸, 实非意义, 旷腐末世众生, 根基露裂, 不占佛力, 绝难泄脱, 于是特开以占佛慈力, 横超三界之净土法门, 必以正圣者溯源佛果, 为断祸者待业往生。 但据真信切愿, 恳切至成, 持佛名号, 能如是者万不漏一, 如人堕海, 成就传礼, 速得道岸, 漠视众生舍此一法, 欲出生死, 万无亦得。 印祖上段开示大意为, 靠自立修行, 断烦恼,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况末法时代的众生, 根基本来是很浅漏下裂的, 如果不仰仗佛力的慈悲救度, 是决定难以泄脱轮回的。 于是, 如来特别开示一个, 仰仗弥陀磁力, 就能够横超三界的净土法门, 使令已经正德圣果的人, 能够往生净土, 快速圆成佛果, 还没有断烦恼的众生, 能够待业往生, 修行净土的念佛人, 自身要达到的条件很低。 只要有真信切愿, 恳切至诚地称念弥陀圣号就可以了。 果然能具足信愿形三资粮, 决定可以人人往生, 一万个人里面, 也不会有一个遗漏不得往生的。 这就好像有人掉进大海里面, 依靠前来救生的船的力量, 就能够快速到达彼岸。 因此,末法时代的众生, 如果舍弃了净土法门, 还想要出离生死苦海, 一万个人里面, 一个得出离的希望也是没有的。 印光法师文超续编赴陈慧新居士书云, 净土法门超胜一切法门者, 在障佛力, 其余诸法门皆障自立, 自立何可与佛力并论乎, 此修净土法门之最要一观也。 大意为, 净土法门之所以超胜于一切通土法门的地方, 在于仰障佛力超越生死, 其余的一切法门都是要靠自立修行, 断尽见思烦恼。 自己修行的道理怎么能够跟佛力相提并论呢? 这是修学净土法门必须要认识到的最大的官要。 由此可知, 之所以必须修行净土, 是因末法众生无力断祸, 而净土法门但具信愿形三资良, 即可仰仗弥陀本愿之辞力为强增上缘, 得以恒超生死, 往生净土。 秉二, 真信切愿, 凡夫可修, 往生净土, 人人有份。 信愿形三法是每个生死中的凡夫都可以修成的, 如观佛三昧经允, 佛告父王, 一切众生在生死中, 念佛之心亦复如是, 但能细念不止, 定生佛前, 亦得往生, 即能改变一切诸恶, 成大慈悲。 又如善导大师观经四铁疏云, 指方立向住心而取静, 总不明无相离念也。 如来玄知末代罪酌凡夫, 立向住心尚不能得, 何况离向而求是者。 修行净土法门, 无需一定要离开凡夫的分别执着心, 而是要善用其心, 明确地分别娑婆之苦, 极乐之乐, 执着地厌离娑婆, 心求净土, 这样一心一意地, 细念弥陀, 就决定往生净土, 花开见佛。 只要往生到净土, 往生者的心就能得到弥陀怨海的加持, 改变一切诸恶, 成就大慈大悲。 且弥陀本愿, 地狱恶鬼旁生, 燕摩罗戒中之众生皆可往生, 我等今得六道中最宝贵之人生, 往生净土之事, 能不直下承当。 因此, 能够仰仗佛力, 往生西方之根本因, 信愿, 并非一定要明心见性, 得禅定, 有神通, 断烦恼等条件才能生起的, 而是凡夫心中可以培养的。 凡夫心中, 只要具足信愿, 即可仰仗佛力, 无须断祸, 即可恒超生死。 如此弃理弃机, 乃是弥陀慈父大致大悲之所成就, 净土法门超胜一切法门之官要。 因此, 净土法门是三根仆贝, 力顿其收, 乃至造作五逆十恶, 阿比种姓之众生, 临终地狱向陷, 惊慌恐怖, 欲善知识, 告以净土, 至诚恳切, 十念一念, 即得往生。 明此, 而不修净土者, 飞鱼则狂。 而今, 有受外国传入所谓净土思想影响者, 违背佛祖真意, 宣扬净土他力超胜, 让人误解为, 无需任何自力修持, 放任散漫, 就能得到弥陀大慈大悲, 纯他力的救度。 此与印族所谓, 特别则自力佛力, 坚而有之相为。 如印族云, 西方之佛, 无感不能有应, 堂所行所存, 与佛相悖, 则众终日念佛, 其力甚小。 又如善导大师观经四铁书云, 一切众生身口异业所修解形, 必须真实心中作, 不得外宪闲善精进之相, 内怀虚假, 贪嗔邪伪奸诈百端, 恶性难亲视同舍歇, 虽起三叶名为杂毒之善, 一鸣虚假之行, 不明真实业也。 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 纵使苦力身心, 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 如智投然者, 众明杂毒之善, 欲悔此杂毒之行, 求生彼佛净土者, 此必不可也。 故感应佛力加持之音, 即真信愿, 而对佛有真信心, 真归命者, 能不起心动念, 言语行为, 随顺佛言, 随顺佛义乎, 能不至成归头依靠佛之教诲, 命令乎。 心形随顺, 贪嗔烦恼, 乐于造作罪业, 无有惭愧之心, 不生忏悔之意, 妄想尚惜佛佑, 诸佛感叹, 可怜悯者。 祖师只是信愿之具体修学方法, 以及修学信愿过程中, 学习前行之必要性, 将在下文相述。 以上三科, 引用古德教言, 说明净土法门, 乃如来所说之第一殊胜法门, 众生泄脱之唯一可靠道路, 虽所引诸祖成言, 皆真实不虚, 而弟子愚钝, 或有错解之处, 恳请师父上人, 即诸位大德同修批评指正, 公主师父上人, 法体安康, 光寿无量, 广化友情, 同归安养。 公主诸位同修,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惭愧不孝弟子法闻, 顶礼。 法文同学的报告, 我们听到了, 这一份报告, 对真正修净土, 希望在这一生往生的, 不希望等到来生, 那就非常重要。 请大家看部来访问。 因为时间充足, 没有能将前行, 详细地介绍。 前行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大臣教离常讲的, 三土旁那。 三土, 地狱, 魔鬼出身。 三土很容易堕落, 八难障碍我们修行。 八难里头包括三土。 那我们用一个词来说, 这我提到过的, 阴光大使, 官房里面小念佛堂, 墙壁上贴了一个诗字, 老和尚自己写的, 让他从早到晚, 时时刻刻看到这个字, 这字很大。 那人如果真的把这个字放在心上, 我们相信, 他求出力的愿望一定非常恳起, 这时, 他念佛为什么有成就? 为什么能往生? 道理就在此地。 一般念佛人, 我们常见的, 早年我在台中求修, 跟李老师学教。 台中的联邮很多, 都是接受李老师讲经教学, 信仓永远是您求生前途。 老师常说, 也没有诗好隐瞒我们的年有。 一万人当中, 真正能往生地, 大概只有三五个 这个话 六十年前说的 是真话 不是假话 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 往生的人这么少 老师自己 身心研究 都不能够 多感化几个人 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众生的业障多重 烦恼习气多重 他知不知道 知道 他能不能回头 他不能回头 为什么不能回头 这些烦恼习气放不下 总是受到干扰 道理这四天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常常 记住 要放在心上 自己要问问自己 这一生 是想到极乐世界去 还是继续高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 大家一定知道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那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很麻烦 出来 不容易 我们已经经历 无量劫了 这是真话 一点都不假 无量劫 都没有办法 脱离轮回 那佛法的教训 为的是什么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利苦得乐 苦有究竟苦 乐也有究竟乐 六道轮回是究竟苦 极乐世界是究竟乐 这一次有云 遇到了 我们怎样 抉择 下定决心 取什么 学什么 是不是真的 取西方 极乐世界 十七六道轮回 说得容易 很难走到 那五欲六成 财色名税 在面前 心就动摇了 幸运不足 所以 一万个念佛人 往生的只是寥寥几个人 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 祝佛菩萨 祖师大德 苦口婆心 为我们实现 为我们表发 为我们说明 这桩 四十真相 其目的 其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 离旧经苦 得旧经路 我们 我们对于这种 这个恩惠 大多数人 体会不到 佛菩萨 祖师大德 对我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恩惠 不知道啊 古时候容易 不要说得很远 清朝末年 明国初年 学佛求往生的 比例 那一万人当中 十分之一 一话 我们最保守的说法 一万个人当中 有一百个往生 到我们今天 一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两个往生 这些事情 细心观察 体会 你就明白了 那我们要走哪个路子 要学哪个人 所以最近这两年 我们提出来 学海鞋老人 摆在我们面前 最好的榜样 他做得好 他那种修行方法 人人都能够修 都没有障碍 都能成就 常常想地狱苦 最近 最近 有同修 提倡印第张经 我们把 江老师画的 奢望图 印在前面 多看看 那地狱变相图 有好处 能常常看看 提升自己的 紧急心 要不能往生 地狱变相图 就是去处 你怕不怕 这些都是属于清醒 那么至于佛法 实在讲 真正 信心建立了 这些经 还需不需要讲解了 不需要了 海鞋老人一生 没有读过一部经 也没有听人家 讲过一次经 他都没有 除了在田地 耕种之外 他就是一心 沉迷 叶三 就依靠这一句佛号 他自己说得很好 阿弥陀佛 是我老和尚的命根 信心十足 一点怀疑都没有 念到什么功夫 我们细心观察 我跟诸位做过多少次报告 理也心不乱 跟中文 大车大悟 民心见信 是同等的地位 所以老和尚偶然 也会露了一句 我什么都知道 这句话 不是随便说的 什么都知道 就是民心见信 才能够什么都知道 门语见信人 说这句话 他叫大妄语 大妄语 多无间地语 怎么可以随便说 欺骗众生 所以我们相信老和尚 句句话 都是真实语 他知道 他不说 不炫耀自己 不赞叹自己 不赞叹自己 只有一个愿望 希望大家都能够老实念福 求生解读 老人家常熟 遇到人家熟 遇到人家熟 好好念福 成福是真的 其他都是下的 这话 这话是老实话 这话是真话 这话是真话 对于是真话 对于世间法 恒分众生 随喜功德 真方下 才是随喜 没有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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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被 染污了 自己要知道 六根在六层经线上 奇心动念 染污 分别指着 严重 染污 造业了 是迷惑 是迷惑 是愚痴 分别指着 是造业 业又善悟 善业 干散善道 悟业 干散我道 七心动念 一间 无道分明 二 活宽 身口造主 老和尚 最后 给我们所实现 为我们作证 证明 我们所依据的 无量手机 夏连宫的回忌文 确确实实是真经 回忌到好 里面 字字句句 都是五种 云一本的经文 没有改动 一个字 这个很难得 历代会基本的很多 但是都有几个字 改动 它这是 一个字都没有改动 在所有会基本里面 最上层的本子 真经 花蜜料 花蜜老的住宅 集住 集 经论 族斯大德的住宅 正知正见 这个缘分 我们要珍惜 太难得了 这本子出现 流通 抗战胜利之后 才开始流通 我这个年龄 早一辈的人 没感情 台湾 知道这个本子的人 不多 在大陆上 更少 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提倡 依照这个本子 依照这部住节 修行 传开了 修行的人 多了 但是 反对的人 不少 初学的人 免不了怀疑 是往生最大的障碍 老和尚 应该将奉命 奉阿弥陀佛之命 来表发 来帮助我们 断依身心 无量 依照 依照 有效果 有 因老和尚的影响 把这本子 找回来 这个不容易 我们坚定 信心 一生 像他一样 决定 不改变 静感经常 告诉我们 法上应谁 何况 非法 那个法 是 佛所说的法 经教 非法 是世间法 世出世间法 都要往下 为什么 才能够 一门 深入 尝试 选修 要业门 我们才有把握 修其他的法 门 不行 有人 我早年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老林长 我到新加坡 他是林长 成光别老居士 这是新加坡 佛门里面的大乎法 修士林 新加坡的大乎法 神病 不能上班 在家里养病 好像是两年 这两年 这两年养病期间当中 他有时间 修佛 那个时候 我在新加坡 讲化验节 他把录像带 拿回家里 每天 看八个小时 其他的时间 就念佛 求证监度 欲知识知 自在往生 往生的前三个月 他在一张纸上写 八月初期写的 写了十几个 也没有人敢问他了 什么意思 就那一天 三个月之前 晓得 确切的时间 那一天 往生前一天 找我 替他做一个 三规 三规的 这一世 很难得了 第二天 走了 那么他走了之后 我们有 每一天 都有三个同学 那个时候有 短期的培训班 三个同学一组 给他做你 轮流 二十四项 是不中的 就由他们回来 换班 回来之后 有一个法师 是法师 他们是 是 老林长的冤情 站住 有几百人 很多 跟着这个班的同学 回到居斯林 在居斯林 附体 附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说出 他们是 老林长的 冤情 站住 老林长 念佛 修行 好 往生到 极乐世界去了 他们看到 很欢喜 也很赞叹 不再找麻烦了 那么现在 他们回到居斯林 要求超度 那我们就问他 什么方法 跟你超度 他们只需要听经 我说行 我们 居斯林的 这个电视播放的经历的时候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这讲堂 光太亮了 他们进不去 最后商量的 餐厅 餐厅里面 装了两个电视机 要求 特别要求 听第三集 我们就给他 播放地藏集 喜欢听 十三叶大集 我们给他播 十三叶大集 这个 魔鬼道里头 地狱道里头 这两种 是他们最欢迎的 帮助他们 救我 帮助他们 忏悔 业障 善根利点 对念佛法文真正相信 可以往生记录 经上讲的 无你食物 灵命中食 深念 因念 都能往生 这经文是真的 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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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过去 现前 所做的罪业 不怕 那个时候 是无知 烦恼 吸气太重了 造的 我已 只要 现在 明白了 真正 搞清楚了 发 真 沉险 后不 再造 这叫真 忏悔 我出 修佛的时候 张家大使 教我 忏悔 业障 业障 太重 张爱 修佛 要忏悔 业障 怎么猜 老人告诉我 佛法 重食之 不重心食 那些仪归的形式 不重 不重的 设置是什么 后不再造 以后 再不能做这个 想杀生 偷盗 偷盗就是 很小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抽到自己的 不语 有主之物 没有得到 主人的同意 我们就拿来用了 这都算 偷盗 学会 戒律 恒无一息 也 不修 不知道 学了之后 才晓得 在日常生活当中 包括 七星同年 一夜 啊 严与 口业 身体造作 深夜 生于 一三夜 从早到晚 从年初一到 那月三十 哪一天不早一 啊 善业多 我还是我也 这些 也都 说于 这边讲的 前行 前行就是 认识 善有善苦 我有我保 啊 世间这个果报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麻烦 正大 怎么办 遇到 尽重了 好 彻底 彻底 放下 一步进 一步 住去 黄念住老居士的记住 啊 一句符合 像海鲜老和尚一样 一生 不过完 这一生 可以 聊生死 出三截 永远离开 聊到轮回 不但留到轮回 年十八截 也离开了 真不可死 啊 往生进土 到进土 就是成佛去了 啊 这个世界 我们 心正 行正 给别人做个好样子 啊 学佛的人 不能忘掉 十善业 世界 真正的 善人 啊 啊 在这个世界 没有 所求的了 明文立养 七情无欲 统统放下了 一行一役 老师念佛 只求 往生极乐世界 只求 清静阿弥陀佛 啊 到极乐世界 四十八元 讲得好 必成 证据 啊 这是真正 佛地词 释迦佛地词 阿弥陀佛地词 一切诸佛如来地词 啊 一定要发心 正感 一定要断习气 要放下 习气 无量界养成的 当然不容易 啊 但是 用什么方法 放下 佛号不间断 就放下 为什么 这东西 进不去 插不进去 就真放下 佛号断了 忘年就来了 就 就 就有它起作用 啊 只要 抓住 佛号不间断 啊 一间断想起来 赶快 接上 这就对了 啊 一心 向往记录世界 读 金的时候 经上诉设的 其西方世界 一阵状淫 一点都不讲 出足员工 可我们做了证据 他四次见到 啊 弟子们问他 见到是什么样子 他说 跟无量寿经上 所说的一样 他那个时代 尽重的近点 无量寿经 刚刚翻出 翻出来 阿弥陀经 关经 都没翻出来 所以 员工在 庐山 建 东宁 念佛堂 就是一步 去 啊 汉译的 无量寿经 啊 那么 海鲜老伙生 也跟我作证 啊 他老人家 也见过多次 九十二年了 我估计 不在识词之下 那九十二年 常见的 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要相信 死心塌地 再不坏 啊 所以 法文居士 这个报告 每一段 都在提醒我们 啊 我们希望大家 认真 努力 啊 改习气 改毛病 啊 依照修行 啊 决定求生 减土 啊 今天 我们就修习到实地 好 啊 我有意思